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南花不长新根的三个原因 有些花有反映了自己的南花 它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调整到位的 但是南花还是不长新根 它之所以不长新根 其实是因为你的盆土里面 就是机制里面缺少了一样东西 那么机制里面到底缺少什么东西 会导致南花不长新根呢 就是缺乏一些有机磷还有矿物质、磷元素 其实这些磷元素我们都知道 它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触根和生根的效果 如果机制里面缺少这些矿物质磷和有机磷元素的话 那么植株它没有足够的能量供给 也是无法长出新根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想让蓝猪能够尽快的长新根 就一定要及时补充这些磷元素 怎么补呢 如果你的南花这个时候要搬盆换盆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盆土里面了 也就是在植料里面给它加上一点骨粉 这骨粉我们都知道它就是一种高磷肥 而且是一种有机肥 可以适当的参一点在这个植料里面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南花呢 这个时候不需要换盆 或者是刚上盆不久 这个时候再补的话呢 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因为它的肥效会比较慢 那么后期的话呢 我们就要给它适当的用上一点 这个快速生根粉了 这种快速生根粉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种高磷肥 它不仅是一种高磷肥 而且还富含有天然生根活性物质 可以让这个蓝猪的根性呢 呈生一个爆发式的生长 其实像这种生根粉呢 它的使用呢是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将它与清水啊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稀释之后呢 搅拌均匀 10天左右给你的南花浇灌一次 大概呢就是10到20天左右吧 那么你的南花呢 就能够撑撑撑的长出非常多的水晶根出来 所以呢想要让南花生根 那么我们就保证好它的养护环境之外呢 一定要给它补充足量的零人素 好了今天就分享至你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